疫情延燒造成了台灣 這波疫情大流行的病毒株 是英國的變種 這是Alpha病毒 但是告訴大家更恐怖的是誰 印度變種Delta病毒 現在英國他們已經宣布 要在延後封城了 而且有可能美國接下來 有沒有可能大爆發不知道 但是這個Delta病毒 印度變種病毒是雙變種 傳染力非常的強 甚至有人已經打了兩劑疫苗 還是染疫 AZ疫苗的保護力到底在哪裡 國際上研究都還有這個八九層以上 但是是針對原本的這個病毒 還是變種之後的呢 指揮中心強調到目前為止 台灣確實發現了三例 印度的變異病毒的案例 不過目前還好 目前都是境外移入 先帶你關心 有關這個印度的變異株的部分 就是先前在4月到5月之間 我們有偵測到 三 應該就有三例的境外移入的個案 那目前是沒有本土的案例 那我們目前社區流行的 應該就是比這個英國的變異株 也是所謂的阿法 阿法變異株變異 對這次變異株 那有關英國衛生部 他們是在6月11號跟14號有公佈 對所謂的英國變異株跟印度變異株 他們的疫苗保護力的一個比較 那他們看起來是說 如果是以A粒 A粒這個 一劑跟兩劑 對於英國變異株跟印度變異株 當然都有 都有這個保護的作用 那比較好的部分 就是針對他的住院的保護力 比如說A粒 他在一劑 對於沒有打的話 他的住院保護力會 因為有 英國變異株有76% 那印度變異株也有71% 那兩劑的話 就是對住院保護力 英國變異株的話是86% 那印度變異株是92% 我們會針對這個議題 當然還會再請這個我們的 ACIP的專家委員來進行討論 那目前 臺灣的我們會根據我們的疫苗的一個 經過的量 跟這個流行的病毒株的情形 的控制的情形 來做適當的調整